屋子四处都对放着杂物 连床底也不能幸免 轻轻一扫 墙上的灰尘就如落雪纷纷 而这样的屋子 却是吴金凤和哥哥的妻生之所 照片里的这一位 手脚萎缩的吴金凤 是慈悸关怀长达20年的照顾户 一直由哥哥吴清禾独立照顾 这十多年来 志工发现金凤的居家环境 越来越恶劣不堪 所以多次向哥哥提出大扫除 却遭婉拒 第一次我去跟他讲 讲到过后他就推三推四 说不用啦 这样要打扫要很长时间的 不是一天能做都完的 哥哥的性格内向害羞 不太愿意接受帮助 慈悸之工黄寻良 每两三天就来探访哥哥 随时解决他的需要 这份诚意和贴心终于打动了他 跟他了解之后才知道 他原来是因为不安心 常常有人进进出出 那边而且很多骚扰 所以我们就决定跟他做篱笆 这个篱笆一做了就安了他的心 然后我们就趁这个机会呢 就邀约他帮他打扫 当天的大扫厨除除了志工 慈悸照顾护苏干地 也带着孩子一起来打扫 接着我来到这里 我才能发现 有比我更艰难的 我还能帮助我 但我还能帮助我 能帮助我 今天慈悸来帮忙 感到很高兴 跟我们的屋子 都要天天结结 与此同时 借着五月佛诞节 慈悸之公也很贴心地 把佛送到金凤的家 让他和哥哥一起御佛 共沾法香 在志工额头上轻轻一点 口齿不伶俐的金凤 对大家所做的一切 只能用他的方式 来表达内心的感恩 哥哥的守护 为他遮风夺雨 而志工饿死灾 不变的爱 让他感受到人间温情 大海新闻 真相美志工 江新会郭俊燕 黄文福 马来西亚明镜交报道